上千本的书 从书架上整个掉落 就像是电影的受灾现场 凌晨地牛翻身 作家谢哲卿的家 他形容书本就像是雪峰一样塌下 连地板都看不到 实在太触目惊心 书本三路一地 特别是几尊菩萨 还安安稳稳的坐在书柜上面 而他也吓坏了 架上的东西被摇得东倒西歪 一能静透露 当下第一时间就抱着女儿往外冲 回到家里抽屉都开了 好多东西碎了一地 床头的相框还掉下来砸到了背 而张志成的家也一样很惨 飞机模型全毁 零件散落在地上 他惊魂未定地表示 第一次目睹墙壁快垮的样子 方宇也贴出地震后的惨况 大型的紫水间散落一地 不少玻璃杯也睡在桌面上面 他在IG直呼灾情惨重 另外像是正在坐月子的安苡萱 也冲去婴儿市抱宝宝 生怕孩子会有危险 而大雨后地震 有人就想到他 柯震彤也惊醒 说自己吓到逃出门 收藏的漫威角色 洛基人形头盔 直接睡在地上心有遗迹 凌晨地牛翻身 也让艺人们全都吓坏了 三级新闻 我在想理会 他也报道